沒有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Ryo 今天要來看看賽拉斯人對上利桃園人 這場比賽是長生之處 天梯對戰 剛好兩位高手在天梯對中到了 Biper這場選的是薩拉斯人 薩拉斯人是我覺得非常難玩的一個文明 以前會覺得他很好玩 因為以前他這個工兵 對建築物的傷害是加4 非常的誇張 射個這個木槍隨便射都可以射爆 大概只要3秒左右 就可以輕鬆的深入敵軍 這招逆燦很簡單 但遇到高手就有點不太好用 難用的點之外是薩拉斯人 如果不靠買賣的話 基本上沒有所謂的經濟加成 但對我來說 只要一買賣的話就沒有經濟加成 因為你一買賣就是虧 虧的情況下 我覺得不能算是經濟加成 薩拉斯人尤其是需要靠這個4級 去做買賣才會有比較明顯的一個 經濟加成之外 那他的4級也很便宜 所以以前還有那種 封箭16P然後下4級大馬爆 16P上封箭然後用4級買賣經濟一波這樣子 這個好像是快兩個年前吧 有一陣子也很流血 但我覺得 但之後又退流血了 因為大家也知道這招 你後面要再農回來 也比較困難 那高手的話也比較好守住 已經是大馬爆了 你只要稍微微一下 就不會有太大問題 但薩拉斯人這招4級打法 還算是蠻有趣的 有興趣的話 應該可以看一下小夜夜 或是雲他們 或是天空熟 他們之前好像有做過一些 薩拉斯人這種特殊的配置 但現在已經不適用了 太容易被守下來 所以也不會有人去推同這個玩法 那薩拉斯人除此之外 還有他這個駱駝 血量是非常多的 本身的駱駝天生就加10滴血了 那他這個狂熱技術 淫冠 點完之後還會再加20滴血 所以薩拉斯人的駱駝 到後期其實是蠻誇張的 我記得是可以到160滴血嗎 我有點忘記了 這個薩拉斯人的駱駝 也算是蠻OP的 那後面 我們再講後面的一些能力吧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立陶宛 立陶宛一開始食物 會加150的肉 所以他很適合打棒棒開局 或是直接高速雙劍高速城堡 都有一定的不錯的優勢在 那他的這個長槍兵 跟毛兵 跑速也是非常快 所以他在封劍時代 很容易拿到一點優勢 可以利用這個優勢延續 去上到城堡時代 去搶遺跡 搶這個聖物才對 搶聖物的話 又可以增加這個獵提斯 跟騎士的傷害 所以立陶宛在城堡時代 搶奪遺跡是非常關鍵的一件事情 好 那我們這邊先用衛探索 看一下兩邊找遺跡的一個狀況 那除此之外呢 立陶宛 他這個金罐我覺得要特別講一下 立陶宛的金罐 點下之後 可以讓長槍兵 系列的 跟這個戰毛兵 遠防加2 所以他的戰毛兵 到了帝王時代 遠防48 的一個厚度 所以打對方的攻兵 是非常OP的 那長槍兵也是喔 重點是這個科技 連長槍兵也能吃到 雖然他本身 長槍兵是比較爛了一點 好這個擊兵 因為他沒有三級的這個 板甲技術 那就是有點補上 那所以這個戰毛來說 算是比較優越 擊兵就算普普 雖然長槍兵也是加2遠防 但感覺並沒有特別強 那立陶宛 還有一個能力是三城堡 但是三城堡我覺得 有點像條盾的這個金罐 這個讓城堡加3射程 那變成立陶宛是TC加3射程 所以我不確定喔 這個TC加3射程 到底會不會有很大的用處啊 因為TC跟城堡的傷害 基本上就差很多 城堡是11攻擊跳 那城堡的東西只有5攻擊 所以這個傷害有點天差地緣 所以基本上立陶宛這個銀罐 沒事不會去點 點了也只是浪費資源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兩邊的爭奪 那沙拉森這個文明 我個人不太會玩 因為我每次都只會打這個奴兵而已 就是沙拉森攻兵 然後夾殺駱駝 然後對 這種簡單式的玩法 那奴隸兵喔 我每次玩每次都會輸喔 因為太容易送掉了 奴隸兵應該算是這個遊戲裡面 造價最貴的單位 肉要55肉 黃金要85 非常非常的貴 你出一隻大象也才70黃金而已 這個駱駝兵要85黃金 而且我難控 攻擊距離又短 然後基本傷害也只有8而已喔 這個奴隸兵本身體質 這個屬性喔 這個屬性喔 就沒有特別好 在上幾個版本之中 這個奴隸兵很慘喔 巨量還有馬弓屬性 就變成說 急兵 戰毛兵 都可以對這個奴隸兵造成巨量傷害 這很太慘了 由於他本身是一個駱駝屬性的關係喔 所以他是很怕攻兵 然後又怕擊兵的 現在是這樣子喔 那以前在上幾個版本喔 他是怕戰毛兵 攻兵 又擊兵 明明是一個黃金兵 然後又這麼貴 然後又被這麼多 兵種克制 就有點 跑不過來的感覺 那薩拉森還有一點蠻有趣的 就是他這個金罐 不是 是他銀罐 銀罐狂熱可以增加駱駝的血量 也可以增加這個奴隸兵的一個血量 所以整體而言 奴隸兵 算是 就是有射程的駱駝單位來看就好 簡單來想就這樣子 但是他的招架比一般的駱駝 還要再貴上25塊錢黃金 就想把那25塊錢拿去 讓他變成武射程 那奴隸兵 再早期喔 我也覺得還是蠻難玩 在現在這個版本 我還是覺得很難玩 他由於招架人太貴了 真的是高手才玩得起 好 那兩邊開始爭奪遺跡 這邊終於順利的 把這個遺跡 拿進去一個 好 這邊找到一隻赤猴 那看起來立陶宛這邊 遺跡 戰爭之中 雖然前面損失兩隻森綠 但肉馬越出越多了 這個肉馬 沒有要挺的感覺 三隻 這裡還有 還有兩隻 好 那青騎兵可以砍死一隻 哇 因為青騎兵如果有生到青騎兵的話 兩刀就可以砍死一隻生理 青騎兵一刀砍生理是15滴 剛好兩刀就可以砍死了 那如果是孟加拉的生理的話 至少可以撐一下 因為孟加拉的這個防禦 是有近防三跟遠防三的一個效果 不然就是要去點這個基因 點這個神聖思想 增加生理15滴血 可以多擋一刀 哇 這邊立陶宛 不是 這個是VIPER的生理 想要來撿立陶宛的遺跡 直接被砍死 所以應該照著 可以帶上海盜11隻生理 左死有點慘 VIPER這邊感覺 要讓立陶宛拿到三個遺跡 因為這個遺跡 這邊都已經 有青旗兵在防守 這邊立陶宛的青旗兵數量蠻多的 有幾隻 是招VIPER的青旗兵 很明顯 因為這個三隻刺頭 是沒有升級的 所以立陶宛是沒有點下青旗兵升級的 青旗兵都是對手的 好 立陶宛這邊決定 開下第四個TC 開在萬命野精 開這個位置 VIPER是四個TC 就開在這個牧牆內的 算你比較保守一點 那 VIPER一直在想要去爭奪中間這些遺跡 但他發現這個有點太難了 兩次嘗試 生理都死在這個位置 還有這個位置 所以他應該是放棄了 然後指檢 離家比較近的 兩個遺跡 那立陶宛 這樣就可以拿到三個遺跡了 那三個遺跡的話 騎士跟自己的烈提斯 都可以有這個加三攻擊力的加成 但現在目前看起來 立陶宛也只拿到了一點點好處而已 因為本身立陶宛是沒有三攻的 是為了要NERF這個騎士攻擊力架太誇張了 那聖物攻擊力加成也不能加到五攻 就算五個遺跡被立陶宛拿到 也只能加到加四的傷害而已 所以本身來說立陶宛 他也不算是新手很適合玩的 因為新手光是要搶遺跡這件事情 就一定有點困難了 好那這邊想要直接開翁 但是這邊可以用清奇兵具 稍微卡一下嗎 沒有直接硬點會死嗎 哇又砍死了 哇Wipe這邊又再次了 阻止這手剪影機 拖了蠻多時間的 好這邊來點下宗教狂樂 宗教狂樂點一下之後 聖物的影響會增加 那這邊想要圍 開始圍圍牆 但是來得及嗎 Wipe已經外出行動了 那這邊有個細節 就是長生之處的村民 再出去之前都不會點這個 織布技術 反正這個 村民還是15滴血 立陶宛 麥拉斯這邊並沒有 然後直接去點這個 織布技術 那這不算是一個小小細節 就是你可以省下一點黃金 讓自己高速上帝王時代跟城堡時代 那我是建議喔 新手們不要這樣做 因為通常新手們這樣做的時候 你就會忘記 去點這個織布技術 那你一旦忘記點織布技術 你可能整場都忘了 就算 你中間突然想起來 看到村民被打這麼痛 想要去點的時候 也有可能那時候 你已經爆炸了 也來不及了 所以像高手這種 偷經濟的做法 我建議是千萬不要學 你學了壞猴 怎麼會很慘 好 那VIPER這邊又用了一些先騎兵 嘗試殺到對方 撿銀劑的一個節奏 又砍死了兩隻老頭 他應該是一隻老頭 那另外一隻老頭 把遺跡撿了回去 是聖物聖物 好 那這邊VIPER開始點下自己的 奴隸兵 阿拉伯奴隸兵 開始出來了 你看這個奴隸兵 射程有3 然後這個 攻擊值有8 55塊 55肉 85黃金的一個數值 長這樣子 謝謝 只有75滴 還沒有品種的關係 就知道這個兵喔 真的是很難用 而且你看這個 連護甲都沒有 防禦是雙防都是0喔 所以這個弓兵 還有這個 擊兵 都可以很輕易擊倒 這個奴隸兵的 奴隸兵的強勢之處 就只有對方的一個騎士單位 這個馬單位 有一個巨額傷害 除了之外 已經沒有太多的效果了 奴隸兵就是這樣子 奴隸兵這邊有吃到品種之後 血量來到95滴血 好 當然這裡有四隻刺 後面有奴隸兵 沒人死 這邊有點害怕 有沒有想要直接 進上 欸但是這邊 森綠放得進去嗎 有45滴血 應該可以 飛刀直接請他吃菜刀 哇放進去 聖物之後 直接倒地 那剛剛VIPER有個細節喔 就點這個 專瓦技術 那他點專瓦技術喔 通常是 還沒有 上帝龍時代就先點雲 是怕對方會先上帝龍時代 然後巨頭先出來 然後先增加城堡的防禦力喔 然後才去先點 這邊菜刀直接收掉四隻 那殊不知道 因為 可能VIPER也知道 薩拉森本身經濟就長了 可能上帝龍時代本身就慢了 但Balance這邊肉碼出太多 這季上帝龍時代也慢了一點 為了要搶這個聖物 剛剛至少出了 快到十隻的肉碼了吧 不然出了蠻多的 哇 這邊直接城堡蓋起來 沒有在看 村民直接被射死 Balance這邊決定要點出奇兵 啊 跟大家報告一下 早上大概十 欸十二點時候 我們已經上傳這部影片了 那由於上傳的時候 我發現我聲音完全沒錄進去啊 最近這個電腦 改很多設定了 我還把我那個主機拆開來 把裡面灰塵吸引起了 因為我的顯示卡 跟那個CPU 感覺快不行了 還有那個記憶體 全部拆下來 信了很多灰塵出來 然後這個設定了 什麼叭叭叭叭叭叭叭 這些麥克風的遊戲 所以 早上那一部 也是這一片 但是沒有錄到聲音 還好下面有熱情的觀眾 告訴我 沒有聲音嗎 這樣子 我才發現啊靠真的沒聲音 所以我現在又重錄了一次 而是錄了第二次的關係 所以我可能 不會像其他影片喔 這麼有激情喔 因為已經大概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有些在第一輪講的東西喔 我現在都有一點在補獎的感覺 就有點在造課操表 所以今天我可能不會這麼的嗨 請大家見諒一點 好 這個薩拉森喔 努力兵真的是蠻誇張的 你看 遇到戰毛兵 瑟瑟發抖 只能躲在城堡裡 好 那這邊躲城堡還有一個細節喔 就是因為這邊點下這個草藥治療 那點他草藥治療的話 就可以快速回血這些單位 這個 欸這個火把被點掉了果然 Balance這邊以上電用時代喔 先優先點下自己的工兵升級 三級射 化學都點下 鎮毛兵的攻擊力打到頂峰 那這個防禦也到了最點 塔盾也點下了 防弱力4加4 非常硬 那這邊這個組合我覺得非常好 打奴隸兵很OK 奴隸兵本身沒有遠防的關係喔 被戰毛插了一下也是會頭破血喔 那現在有二防了 所以目前這個戰毛兵打一下 至少還有這個土地血 還是有點傷害了 可是你看 哇 被這個疾兵戳三下 就要死一隻努力兵 重點是他打這個疾兵傷害也沒有非常非常高 重點是還會可能會擊火 易傷 所以導致有些疾病還是有機會戳得到 好像這樣子又戳到了 哇你看各種殘血 好這邊會直接硬吃城堡傷害 又塔盾效果 所以城堡並沒有非常誇張傷害 還可以直接在城堡下面硬點 對方的駱駝 那這邊感覺是有點太硬要了 這個這邊死太多病了 好 但蠻人士這邊經濟並沒有非常好 這個 肉有點間諜 食物不夠多 至少要補到50片田 這比較好 那如果vipine要繼續打這個奴隸兵的話 自己村民要補到150吋 是145吋左右 或140吋 因為這邊都是這種高單位的話 如果你只有135吋或130吋的話 是很難繼續支持自己的這種高單價的一個兵種 而繼續出兵的一個選擇 在世界帝國裡面喔 這個中後期喔 是千萬 不能斷兵的一件事情 只要你一斷兵喔 可能就會出現這種空窗血 有空窗血的話 對方就很有機會 所以盡量這種事情就是不斷兵喔 盡量能爆兵就爆兵 那如果你會斷兵的話 就代表你還不夠有錢 那不夠有錢的話 村民就繼續按 這個觀念喔 大概是這樣子 因為我自己喔 也跟蠻多玩家玩過喔 發現大家的問題喔 就是這樣子 就是 有時候會沒有辦法去變通這件事情 他就會覺得 每一場村民就是按個 125吋 135吋 就差不多了 但是他們也知道出什麼 192遊俠啊 或者是 出一些非常高單價的一些 單位大象啊 有什麼沒人 貴毒鐵蝦啊 或是條路武士之類的單位 對 那些單位的話 吃猛軍就吃的比較多 就像這個奴隸斃一樣 那你的村民 數量就要繼續拉高 而不是 永遠喔 固定就是那幾隻村民 哇這邊 要直接硬上嗎 對這邊要硬上 我想起來了 這邊駱駝直接 吃掉四台火炮 蠻賺的嗎 蠻賺的嗎 好像普通賺 因為 奴隸兵喔 這邊是送掉十幾隻喔 但是奴隸兵 你想 十隻就850斤了 四台火炮 一台是225 所以 900斤 那奴隸兵 剛剛那邊至少十隻起跳 所以剛剛那一波 Viper並沒有賺 反正是有點小虧了 所以奴隸兵 為什麼會這麼難管 這原因就是這樣子 你就算用這個兵去換喔 可能也不一定換得贏對方的紅金兵喔 可能還是有點倒貼的一個狀況 好 但是這邊Viper 點下大弱馬的升級 想用弱馬 當作一個肉盾 讓對方立陶然的疾病 傷害非常的痛 只要出過幾下 我受不了了 跟奴隸兵一樣 好 那奴隸兵這邊也要升級喔 還沒有升到最滿 這裡還沒有點下狂熱的關係喔 所以血量只有110滴血 這邊急兵喔 一樣就是 哇你看 直接被戳爛 戳死三隻奴隸兵 三下 急兵 就可以戳死一隻奴隸兵 這個傷害真的太扯了 這就是為什麼奴隸兵喔 很容易被這些垃圾兵 鴨子打的關係 你只要一稍微不控好 就會像我一樣 直接送掉 送掉就很慘了 但這個巨頭也拆太久了吧 這個TC就要 所以這個TC就要被拆爆了 呵 居然沒有發現這個巨頭在這邊拆喔 好 那這邊火炮可能要被硬解掉了嗎 這邊戰毛兵雖然不夠多 但是自己的巨頭被拆掉了 奴隸兵上來硬解 應該可以解掉一隻巨 一台火炮 可以解掉火炮沒問題 後面三隻村民上來修 但是奴隸兵還在輸出 奴隸兵這邊殺到滿多的垃圾兵 但對方已經用垃圾兵換 可能會換到黃金劍 但還好 Balance這裡沒有出列提斯 出列提斯的話可能會更慘 因為對方奴隸兵打這個騎士的傷害非常高 好 但是這邊可能要想像 他這裡的威脅會比較好 不然這個大龍馬一起進來騷擾 Balance可能會受不了 但我在想Balance可能是想要把自己挖通喔 然後直接突襲Viper的家裡 就正面戰場讓Viper比較難受一點 但也要撐到那個時候 就要看一下這邊 Viper跟Balance的轉兵喔 會不會出現變化 那目前兩邊 都沒有想要打一個特別積積的打法 一樣再做一個肉馬 加上奴隸兵的一個正面牙制 看你們說壓制也沒辦法收到壓制的感覺 因為這個肉馬 能做的事情真的很有限 起兵過來真的就抽光了 所以Balance就會出奴隸兵上去硬打也是個問題喔 因為對方也是有火炮的 你火炮上面去硬點也是會被火炮擠火掉 好 起兵更多上去 這邊補下一個城堡 這邊點下這個瓶種 加上0鎧匠 開始要來轉出馬了 那這邊薩拉森 轉出了工程工程師 要來增加火炮射程 那這邊疾兵跟戰矛 還是給的傷害還是很足夠的 那我覺得疾兵喔 量可能多一點喔 那有一些手家裡 像這樣子直接躲在門口 他想要衝過去的話 Bip也就不好衝 那自己疾兵再多一點 然後存一些黃金 看要不要轉一下烈提斯 那烈提斯 竟然就是往後轉 去後面直接蓋一個BK 然後烈提斯在這邊聚集 然後直接撞破 或是直接 直接在後面的城牆 直接蓋一個城堡 直接賭那個城堡的口 然後才用烈提斯殺進去 可能會更好一點 但Bip這邊奴隸兵喔 可以及時回舊 最近奴隸兵是 馬舟 是一個騎兵單位 記憶中心還是比較好的 那這邊Malance 如果要這樣做的話 手術可能要飆滿 然後是還要再挖一點會比較好 但這邊感覺快撐不住了 自己的軍事建築 一直被火炮拆掉 Bip的火炮數量 也來到了蠻多台的 五台火炮 這邊可以有效反制對手的一個戰毛兵 好 戰毛 痛 怎麼辦 奴隸兵 數量一直沒有很多 慢慢補了過來 但是Bip越來越窮 兩邊自然都很見底 但Bip是適合一點多啊 但沒有關係喔 Bip這邊是薩拉斯人 薩拉斯人的後期買賣 很誇張的 這個交易成本非常低喔 我記得好像用100肉 可以換到22肉 100肉可以換到22斤 欸 還是21斤啊 有點忘記了 他那個正確數字 還19斤啊 19斤啊 真的忘記了 太久沒玩薩拉斯人 薩拉斯人是被我封印的一個文明 以前可以用薩拉斯爽爽爬爬分 現在我只能用薩拉斯爽爽下分 死帶了眼淚 在以前還沒有決定版的時候 薩拉斯也沒那麼強 因為那時候薩拉斯也沒有這種 對工兵對建築傷害那麼高 以前薩拉斯也沒有特別的強勢之處 但是直到決定版之後 薩拉斯的這個特性才有這個工兵對建築加成 特別的誇張 那我覺得這個能力非常好 變成團隊效果 所以像是瑪雅或不列前 出工兵 也可以享有到這個工兵 打建築物的一個傷害增加 所以我個人還是蠻喜歡薩拉斯人 在團隊裡面出現 如果再搭配什麼一索比亞 工兵速度再加18% 然後再打建築物粉痛之類的 直接用工兵 否則建築物也不是什麼太大問題 好這邊直接潰敗 果然疾病不夠 所以就變這樣子 所以疾病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標的 貝拉斯這邊沒有疾病 直接全面敗壞 城堡直接被火炮集火 沒辦法阻止 那這個城堡掉了 Viper 可能就要拿下中間這些農田 這還能守得住嗎 這裡的疾病產能有點跟不太上 因為經濟也崩塌了 食物只剩100 白河這邊食物也是很極限 當然農田有81片田 但是為了要出肉 加上這些奴隸兵 這個算是極限生產而已 這就是我說的 這個農田跟村民要多一點 才可以支持這種高單位的 不斷兵的打法 好 貝拉斯這邊打錯了GG 這邊MIPER 很兇啊 這個薩拉斯就是該這樣打 那經濟看起來 兩邊其實沒有差太多 因為兩邊都是沒有一個經濟加成的文明 所以並不會出現這種太明顯的一個落差 但是這邊VIPER 木頭真的落差蠻大的 少了一萬木頭 但是食物也才多贏個2000而已 那黃金跟石頭 由於VIPER這邊是有壓制到 MIPERLANS的野金跟野石 這裡加外面的石頭跟黃金 都被VIPER壓三個城堡 壓在那個地方 所以導致他這邊經濟 食物蠻多的 你看這邊石頭被壓 下面這裡還有金礦也被壓 剛剛這裡還有一塊石頭也被採光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 這個是黃金嗎 無敵攻擊 所以導致VIPERLANS後面 雖然用垃圾兵撐了很久 最終還是要斷金 那一斷金的話 VIPERLANS也確實難打 因為我覺得最後的希望 他也是要出這個 列提斯 就把VIPER的黃金消到最乾 然後努力兵沒有正面的一個數量的話 列提斯就可以出賞 但只要列提斯 努力兵載了一天的話 列提斯就是 沒有辦法出場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 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請大家幫我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